你 一分钟到了 那我先回家了 晚安 晚安 谁啊 快递 志浩 我去楼下拿我的快递 发现有你的快递 就一起拿上来了 你是专门 为了摸我的手才来的吗 被你发现了 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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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放手 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啊 什么那样啊 这样你会有危险的 一只手 握你的手十秒 是安全的 两只手 摸你的脸蛋半分钟 是安全的 一只手 摸你的额头四十秒 是安全的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危险 如果超过那个界限的话 会要了你的命的 那我们 就慢慢的 慢慢的尝试 好吗 这一次 是一分半 施雅 你真好看 有点晕 有点晕 回家吧 刚跟鞋穿这么久 之前受伤那么多次 不难说吗 没事 那不是为了工作吗 上马吧 我背你 不用了 其实没关系的 隔着一层衣服 是吸收不了能量的 上马吧 嗯 上马吧 志浩 我不想去想了 想什么 以前总是担心 也会害怕 不知道怎么跨越一切来开始 也不知道怎么结束 可是现在 突然不想想了 因为这一切很美好 美好的 我愿意放弃一切 接受所有 那就不要去想了 新吧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拿点东西 哦 正好 那你先等我一下 我有会儿去找你 嗯 哎 新吧 那天的事情 我还想跟你解释一下 没什么的 我想我还是把他带走比较好 对不起 你没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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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世雅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觉得 新吧她 我觉得 你跟新吧 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 嗯 怎么忽然送我花啊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不是节日 就是如果花店 觉得很沉溺 就买来送你了 我觉得 我应该努力赚钱 因为我在街上看到所有的东西 我都想送你 你干什么 我都送你礼物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送给我一些 别的什么事都行 唯独这件事不行 如果你想要找死的话 换一种方式 我最近 做了很多的运动 所以 我觉得 我不会那么快晕到 我想试一下 到底 能够接触多久 可是 时间翻倍的话太危险了 那就等危险的时候 想晕的时候 再说吧 可是谁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瞬间的事 我也不清楚 但是确实以前发生过 你们之前不是聊过吗 你应该为自己考虑 我现在想的就是 就是怎么 能够跟施雅你 更亲近一些 所以你一定 要相信我 能够把握好这个度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如此坚定地相信一个人 如果说 世界上真的有完心自焚这种事 那我大概明白 那我大概明白 那个华亮火柴的人 那个时候的心情 因为 我现在 就是这种心情 是 你真好看 你真好看 对不起啊 喂 喂 您好 办理长期贷款 小额贷款 大额贷款 分二十四个月还 十二个月还都可以啊 对不起 我现在很忙 再见 您好 请问您需要 清洁沙发的清洁剂吗 我这儿的清洁剂啊 特别好用 可以免费给您试用 如果您觉得好用的话 真的不用了 可以定格一些 谢谢啊 谢谢 非常好用的 特别好用 他们评价都特别好 是谁啊 是推销清洁剂的保洁员 要不要开门把他叫回来 给你们家清洁一下沙发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感觉到没有了 我感觉到没有了 那我们不宅 没了 美元 有点 保洁 因为